欢迎来到深入阅读说书会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彼得杜拉克的第二本书 管理的食物 那这本书呢 一样有非常多的重点可以来探讨的 那首先我想先问一下Angel 彼得杜拉克他提到说 一个好的管理者就是一个好的经理人 他通常我们对于他的定义跟要求都是 你要做好管理 那管理我们初步大部分会想的问题是 我要如何叫底下的人下属 能够帮我们把这个部门或这个组织 我们必须要达成的目标完成 达到我们最好的一个绩效 可是彼得杜拉克他并不是这样来看的 他觉得说向下的管理很重要没错 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叫做向上管理 那这个部分我们请Angel来跟我们做做看 关于向下管理其实很多 已经很多讨论 那我就针对向上管理这一块来讲好了 因为经理人 我们知道我们在上一本书 其实就有讨论过经理人 其实他是必须对他的 那个企业的绩效去做负责任 然后呢 所以也就是说是他的组织 他的企业到底赚不赚钱 跟经理人有很大的关系嘛 那通常一个组织会做最后决策 可能是还在更上层嘛 那如果呢你今天身为一个经理人 然后你下面的人的资讯 他可能他做得很好 可是你没有办法让你上面的人了解的话 其实相对性就会让那个上头的人 可能做错误的判断 所以经理人有一个向上管理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下面的那些比如说正确的一些资讯 然后传达给上面 让上面做出正确的决策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平行单位 那平行单位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现在都很 我们现在很多都会有一些跨部门的一些合作案嘛 那经理人的话他必须说 把去整合跨部门 有些专业部门呢 他可能他的语言不是另外比如说 好研发的人可能他就没办法去跟 他可能没有办法跟财务的人去做沟通 或我们今天比如说要建立一个系统 那我今天要建立一个资讯的系统好了假设 那今天资讯的人他可能不太懂研发的语言 或不太懂财快的语言 他中间就必须要有个经理人去做沟通 让他们的语言是相通 然后那个系统才有把它做出来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模式 就是会有一个平行的沟通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他的向上管理其实也不单单只是向上 可能还要向左右向下 这是经理人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这样子 其实一个好的经理人在彼得杜拉克的眼中 其实要懂的东西还蛮多的 那这个部分呢我不知道说像那个Arene这边 也没有什么你自己个人所看到的 所听闻到的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 我觉得就以目前台湾的企业这样的形态 刚刚Angela有提到嘛 经理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公司赚钱嘛 那在台湾的社会像一些大企业 像王永青他们那种家族集团或是什么 就是很多经理人要向他们董事会报告 那其实经理人如何去向上 让自己跟董事会之间的关系比较好 然后把自己的一些经理的理念能传达给董事会 让董事会认同 我觉得在台湾的社会是经理人生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也很常听到说可能经理理念不合 那就变成最重要 应该说经理人就是反而可能在国外的社会 反而经理人是凌驾于管理公司企业组之上 可是在台湾我觉得我们企业组好像是权力 还比较大 就是出钱有点是老大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的经理人向上管理是 他们也是蛮重要的学货 应该这样讲 可能台湾对于经理人的那个职权 他的权力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界定 所以常常出钱的老大呢 他就会把他的手伸下来 想要做一些调整跟干预 没有办法做到完整的授权给这个所谓的经理人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还有些细节啊 我们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些讨论 尤其是最高的领导者 就是可能类似像董事长总经理 这一种最高的领导者 那他最高领导者跟底下的这些经理人 不管是初阶中阶 甚至是高阶的这些经理人 他们彼此之间要怎么样的一些沟通 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该怎么去拿捏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下一段再来做一些探讨 我去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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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我去拿换 我去拿换 可以拿换 你拿换 感谢观看